颱風還沒來 高雄鳳山已經先淹水 高雄十九號開始 一到傍晚就雷雨轟炸 大雨滂沱 鳳山區七十六個里 超過半數積水嚴重 由於鳳山排水系統只能夠負荷食雨量七十五毫米 接連幾天暴雨 食雨量都超過一百毫米 根本不堪負荷 每當暴雨來 里民飽受淹水之苦 眼看現在颱風逐漸逼近 民眾趕緊堆沙包 做好萬全準備 沉堆沙包放在地下室 人員一袋一袋搬上推車 這些都要送到禮辦公室 好讓住戶能夠就近索取 趁著還沒下雨 趕緊做好準備 因為從十九日開始 高雄一到傍晚 雷雨轟炸 尤其鳳山區七十六個里 超過半數 通通泡水 嚇死了 看到要進來的時候 趕緊鐵門打下來 蝦頭燒雞啦 每次都淹水 之所以容易積水 很大的原因來自 鳳山區排水系統只能負荷石雨量70毫米 連日傍晚暴雨來襲 石雨量達到101.5毫米 排水系統不堪負荷 導致光復路 青年路 綠原道 熱帶園液試驗所等地 積水成災 眼看現在颱風逐漸逼近 就怕暴雨轟炸 鳳山區公所提供1000個沙包 讓民眾防災 偷天錯住戶 一戶可借10包 集合式住宅 則可借30包 截至上午為止 已經借出240包 雨過後 我們會通知他要來還 民眾防台防雨 希望提早準備降低災害 但只靠防水閘門或是沙包 終究治標不治本 還是得盡快改善排水系統 讓暴雨不再成為居民噩夢 記者張崇敏高雄採訪報導